大家好,我们的主题是教你变魔法 目的与动机 实验动机 剩下时多数民众喜爱购买手摇引消暑 至今环保意识抬头 如何减速就成了一个重大的课题 疯口膜时常分成两种 一种是聚饼锡,一种是聚乙锡 两者皆会有难以分解的问题 实验目的 一,水果店常有许多废弃的果皮 我们会利用这些果皮研发出环保风口膜 第二点,符合天然易分解 同时落实果皮再利用的环保概念 第三点,制作无数易分解的产品 取代手摇引的风口膜 容易回收,回归大自然 第四点,产品中添加洋菜 强化膜膜韧性及实用度 第五点,添加风辣来添增防水性质 设计与流程 实验流程图 制备果胶 第一点,皮的种类 我们分别以香蕉、柚子、柑橘作为比较后 以文献中也得知资料是 柚子果皮的果胶含量是最多 并且在实验操作后也得知资讯 如柚图 第二点,酒精浓度 我们分别以50%,75%以及95%的酒精浓度 发现以95%的方式下 吸出的果胶会是更多的 第三点,酒精与果胶的容易比例 我们分别以果胶酒精比例为1比1、1比2 后发现酒精比果胶比例为1比1的方式 吸出效果更佳 接下来是制作果胶的步骤 我们先将400克的果胶加水2000毫升后 加热至水量剩一半 再将加热后的容易的果皮过滤 会得到果胶溶液 再加入酒精后放入离心机 以2500转的速度 就会得到我们离心过后的果胶 2.将果胶做成薄膜 1.果胶含量 我们测试了果胶含量对薄膜的影响 发现我们使用3克、5克、10克及20克 做比较实验后发现 果胶在10克及20克时 会比3克跟5克的时候薄膜表现更硬 且在10克薄膜加热后 形变量会比3克、5克、20克更少 故我们最后使用了10克果胶进行 接下来是羊菜含量 我们实验后发现 添加0.5克羊菜 薄膜太薄且耐热性差 添加2克羊菜 薄膜太厚 导致薄膜内水分较多而韧性差 添加1克羊菜 发现薄膜的耐热性与韧性是最佳的 再来第三点 醋酸浓度 我们因为果胶在酸性环境下 溶解会更完全 如图标所示 0.3M醋酸会比无醋酸 形变量更少 但0.5M的醋酸耐热性会较差 因为醋酸是工业用醋 并不适合作为封口膜的材料 所以我们使用工盐醋来代替 经多次实验后 并没有发现形变量有太大的改变 再来是第五点的蜂蜡含量 我们为了提升薄膜的防水性 添加了天然蜂蜡 如图标所示 添加0.5克的蜂蜡时形变量最少 但1克时会因为溶解不完全 而会有薄膜溢破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要测试薄膜的耐受力 我们耐受力测试的方式是在水温下 薄膜的负重量以及支撑时间 如图标所示 0.5克蜂蜡时薄膜可以负重的水量 及支撑时间是最佳的 此图是制作薄膜的步骤 首先先称取10克的果胶 1克的羊菜及0.5克的蜂蜡后 加入22毫升的工盐醋及45毫升的水 再将溶液加入至完全溶解后 将加入完的溶液倒入刷入甘油的铁盘 并放入烘香 就会得到我们的果胶薄膜 结论 第一点 原料使用废弃用的果皮 不仅能重新利用废弃物 又能达到无毒且安全的类塑胶制品 第二点 我们经过多次研究后 通认出果胶薄膜在10克果胶 1克羊菜 0.3M醋酸 0.5克的蜂蜡时耐肉性 比其他薄膜还要好 经滴水测试后 防水性也是最佳的 第三点 此薄膜自行降解的速度快 PH值起伏也不大 且对环境影响甚小 对环境影响 对环境影响 对环境影响